大家好,我是凯旋老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一幅圣诞老人和迷路的儿童剪笔画。小朋友,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 用四条美工胶带把画纸的四条边贴好,要贴牢固一点,贴出四条空白边框,每条宽半厘米。我们先用十字直线,把画纸平均分成四个部分。就像九宫格构图法一样,我们就当采用四宫格构图。很多小朋友构图会偏大,偏小,偏一边。采用四宫格构图可以改善这些缺点。我来用铅笔快速起个大概轮廓的稿来说明问题。 从稿子显示圣诞老人的位置,是处于垂直线的右边,迷路在左边。圣诞老人的嘴巴和迷路的双眼,是处于平直线上。上半部分大概流出一半的空白,来画夜空中的月亮和星星。地平线在下半部分的一半上一点。我们先来用细线的勾线笔,把整幅画勾画出来。圣诞老人的帽子上小架大,向到过来的漏斗。 画出圣诞老人的脸,骨子和五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LG Silva nueva 。 大胡子是用不规则的波浪型花边组成 大胡子是用不规则的 画出圣诞老人的上衣和手套 右手拿着大礼物袋 画出圣诞老人的裤子和鞋子 画出左边的迷路 用勾线笔把迷路的眼睛和鼻子涂成黑色 但要留出高光亮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松树画出来 把雪人画出来 把雪人画出来 感谢观看 把远处的地平线画出来 把夜空中的月亮画出来 用粗线的勾线笔加深一下有需要的地方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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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勾线笔把圣诞老人的鞋子涂成黑色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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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橡皮把铅笔的痕迹擦干净 用卫生纸扫干净 用红色涂圣诞老人的帽子,衣服和手套 用橡皮把铅笔的痕迹擦干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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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涂得太贴边,避免弄脏其他地方 涂不到的地方可以用相同颜色的水彩笔补涂上 用橡皮把铅笔的痕迹擦干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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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橡皮切细 Armed的浴槽 因为我要平均又入ント 不 ان它冻成的在别的身体 pouvoir把铅笔的痕迹 tan黏 películaych luego还把铅笔的痕迹收起来 变成的小甜蜇 黄 sabe becomes柔泅 所以你只是想展一些 其他需要红色的地方也涂上 用油画棒把圣诞老人的皮肤涂上肉粉色 用棉签在红色油画棒上擦点红色 用来给圣诞老人的鼻子和脸涂点红色 用黄色油画棒给迷路的铃铛和月亮涂上黄色 用深蓝色的水彩笔涂圣诞老人的眼睛 流出高光亮点 用绿色油画棒给大理雾带和松树涂上绿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绿色水晶红色 采笔把优化棒涂不到的地方补涂上 把雪人的帽子空白的地方涂上绿色 用棕色水彩笔涂涂涂涂角 涂涂涂和松树的树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土黄色涂米露的皮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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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土黄色滑雪人的鼻子 用普通的深藍色六角油画棒涂满夜空 这种油画棒很难把颜色涂得均匀,但可以用软纸擦均匀,适合涂大色块 当画好画,撕开四条美工胶带时,你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叠好的卫生纸来把夜空中的深蓝色擦均匀 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卫生纸擦脏了,可以重新叠一个新角来擦,或者换一张新的卫生纸来擦 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刚擦完夜空的卫生纸,在雪地上擦出该有的阴影 用白色高光笔在夜空中点出星星 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白色高光笔给圣诞老人画出眉毛 白色高光笔在夜空中点栏目 用细线勾线笔给圣诞老人的眉毛画出轮廓 可以把四条美工胶带撕开了 圣诞老人的眉毛 小人和迷路的儿童剪笔画,现在已经画好了 小朋友,你们画好了吗?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,订阅,关注我吧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 小朋友,我们下次再见